灰熊深夜闯入美国夫妇帐篷 将其撕咬致死 当地警方找到肇事灰熊后进行驱赶 结果遭到对方反击 无奈之下只能开枪将灰熊击毙 事发后网友表示 在野兽面前 手无寸铁的人和一只兔子无异 理查德和凯西霍夫曼于1989年结婚 他们居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 61岁的理查德是一名律师 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市的电力公司工作 同时也是埃里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作为一名律师 理查德的职业要求他拥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能够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 并且他在堪萨斯大学取得了学士学位 这为他的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查德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 担任过军官审判部队的上尉 这段经历使他学会了在高压的环境下保持冷静 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做出正确的决策 尽管理查德工作繁忙 但他还是对大自然和户外活动充满了热爱 因此他经常利用休假时间进行长时间的野营旅行 远离繁忙的办公室生活 去感受大自然的宁静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的放松和平衡 使他回到工作中更加专注和有活力 凯西霍夫曼是一位小学教师 多年来他一直在安克雷奇学区的奥德斯湖小学任教工作 他会将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贯穿到他教学课程的方方面面 凯西作为一名教育者 他总是尽可能地带领学生们参观自然保护区 通过自然和教育相结合 让学生们在自然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理查德和凯西也经常一起进行户外探险 无论是徒步旅行还是漂流探险 他们总是满怀热情地踏上新的旅程 共同探索世界的美妙 他们在攀登险峻的山脉时 紧密合作相互扶持 在激流的冲击下 他们相互鼓励 一同驾驶着皮滑艇穿越激流险滩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相支持是他们成功应对各种挑战的关键 除了挑战 他们也享受着彼此的陪伴和壮丽的自然景色 探险之旅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个人生活 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6月 理查德和凯西决定展开一次 他们期待已久的长途旅行 他们的目的地是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次远征计划预计持续两个星期 该保护区成立于1960年 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北坡区 占地面积超过78000平方千米 是美国最大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从无数的北极海岸 到建筑河谷真夜林的东布鲁克斯山脉 这里有着广袤的自然风光 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以其独特的野生环境和独一无二的野生动植物而闻名 这里的美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为探险者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体验 该保护区也是北极圈内野生动植物最多的保护区 这里多样的生态环境 为动植物的成长和繁衍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保护区内地貌多样 有美丽的燕州岛和沿海珊瑚礁 还有广袤的岩碱滩和平坦的三角洲 这些地形特征为众多水鸟提供了宝贵的栖息地 同时在水中还生活着花糕红点斑龟 秋白龟等42种鱼类 保护区内还栖息着37种野生动物 如北美驯鹿 北极熊 灰棕熊 射牛 戴尔绵羊 狼 雪燕等 然而自1977年以来 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就一直存在着争议 因为这里潜藏着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资源 政府渴望开发这些资源以获取经济利益 但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土著居民几十年来 一直在反对该地区的能源开发 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灰熊和棕熊共存的地方 前往该地区探险的理查德夫妇安全意识非常高 他们深知在这个野生动物聚集的环境中 与熊类相遇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特别是当有食物和烹饪气味出现时 因此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 理查德夫妇在启程前会充分了解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安全指南 并在探险旅程中携带足够的食物和水 此外为了避免遇到野生动物袭击 理查德夫妇还准备了防熊喷雾和防熊灵 这些工具可以确保他们在探险过程中的安全 除了携带防熊工具之外 理查德夫妇在野外露营时 会避开熊经常出没的区域 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搭建帐篷 并将食物和垃圾妥善存放在远离营地的地方 进一步减少吸引野生动物的风险 尽管理查德夫妇已经采取了足够多的预防措施 但命运却对他们不利 熊袭击事件还是发生了 出发当天 理查德和凯西将所有的装备都放在充气皮滑亭里 他们坐在船上划过河流 准备开始一段漂流和野营的旅程 在船顺流而下的过程中 理查德和凯西会一边享受纯净的自然氛围 一边寻找一个远离急流的地点停下来享用美食 当找到理想的地点后 他们迅速行动将充气皮滑亭拉上岸边 理查德和凯西默契地分工合作 开始准备晚餐并搭建营地 当夜幕降临时 理查德和凯西在他们的帐篷中安顿下来 回顾着整个旅程的精彩瞬间 他们点亮头灯 打开旅行日志 翻阅着记录下的美景和冒险的回忆 在入睡前 理查德会仔细检查营地周围 确保没有留下任何食物的痕迹 或吸引野生动物的垃圾 就在这次旅行的第11天 理查德和凯西与一只正在寻找猎物的雄性灰熊 不期而遇 这只雄闻到了人类的气味 他向理查德夫妇所在的营地前进 此时的理查德和凯西已经躺在睡袋里 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但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灰熊庞大的身躯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有震慑力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接近帐篷 头微微摇晃着 袖着地面 当灰熊距离帐篷只有机密远时 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声 打破了宁静的夜晚 凯西突然惊醒 他轻轻地推了推理查德 此时夫妇两人都听到了 灰熊在帐篷外面嗅叹的声音 他们平住呼吸 不敢动弹或发出声音 他们在心中默默祈祷这只熊 不会对他们感兴趣 时间变得漫长 理查德夫妇的眼睛紧盯着帐篷外的黑影 试图看清灰熊的举动 他们的心跳加速 然而 命运的残酷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劣 灰熊突然从帐篷的侧面撕开 他如同一股疾风般向理查德夫妇扑去 他锋利的爪子不停地在他们的肉体上拍打和挥舞着 每一次重击带来的剧痛 都几乎让他们无法呼吸 灰熊口中还散发着一股腥臭味 他的咆哮声震耳欲聋 夫妻俩拼命试图蜷缩成一个球 保护自己的要害部位 但在这个巨大的黑影面前 他们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 灰熊正疯狂地撕咬着他们的身体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听见一声闷响 凯西的脖子和脊椎瞬间被折断 理查德的肋骨也被打碎 他们试图发出求救的声音 但因剧痛他们只能发出无力的身影 夫妇二人身体遍布伤痕 现场鲜血淋漓 理查德和凯西被困在睡袋里 无法逃脱这只野兽的魔爪 由于袭击事件发生的太过突然 理查德和凯西完全没有时间反应 更别说使用防熊喷雾或其他武器了 他们的惨叫声被寂静的夜晚所吞没 灰熊继续残忍地撕扯着他们的皮肤和肌肉 理查德和凯西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渐渐地他们失去了生命体征 第二天早上 一位漂流者沿着河流前行 当他逐渐靠近海岸线时 他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停下脚步 岸边散落着被撕裂的帐篷碎片 露营装备无处不在 而一艘皮滑艇则静静地停放在岸边 这些残骸和破损的物品 明显是遭受了动物的袭击 这使漂流者心中生起一丝不安 他决定过去看看是否还有幸存者 他将自己的船停靠在河边 小心翼翼地爬出来 漂流者的目光扫过周围的树木和灌木丛 试图寻找野生动物的踪影 然而周围空无一人 只有眼前的一片狼藉 但就在他靠近那片破烂的帐篷时 那只庞大的灰熊突然从灌木丛中窜了出来 漂流者立刻转身逃回自己的船上 他用尽全力滑动船桨 当他回头看时 发现灰熊已经放慢了速度 并停下来注视着他离去的身影 漂流者松了一口气 他决定前往附近的科维奇小镇寻求援助 他不断地划着讲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支援 经过不懈的努力 漂流者终于成功抵达岛上 他立即将所看到的景象告诉当地警方 警方迅速派遣一架直升机 前往事发地点展开搜救行动 救援直升机在事发现场盘旋 准备进行搜索和营救行动 救援人员准备好必要的装备 就在他们准备展开行动之际 那只灰熊再次冲出灌木丛 他向空中咆哮着 试图守护自己的领地 但这对救援人员构成严重的威胁 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 警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将这只灰熊击毙 随着灰熊被消除 救援行动得以继续进行 当警方在事发地点展开搜索时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他们眼前 一名警方发现 李查德和凯西仍然躺在他们的睡袋里 一动不动 浑身是血 他们已经因为严重的伤势而不治身亡 这个残酷的现实让所有人心情沉重 但这只灰熊并没有吃掉他们的尸体 李查德夫妇的身上 有多处被熊爪划开的伤口 随后熊的尸体被送往费尔班克斯进行尸检 检查报告显示 这只熊是一只营养均衡 身体状况极佳的灰熊 这表明这只灰熊并非在饥饿的情况下 袭击李查德夫妇 这让警方更加困惑 为什么一只如此健壮的灰熊 会无缘无故对露营者发起攻击呢 野生动物学家哈姆斯 哈姆斯对袭击现场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 他表示这次袭击明显是一次捕食性袭击 他还注意到李查德夫妇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都是正确的 夫妇二人将可能被熊视为诱饵的东西 存放在距离营地较远的地方 但随着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逐渐减少 这种缺乏食物的情况可能迫使灰熊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模式 寻找新的食物来源 哈姆斯还进一步强调 如果在野外遇到熊该如何自保 首先在露营时帐篷搭在远离野吹餐桌和食物存放的地方 睡觉时也不要继续穿戴着范围的衣服 以免吸引熊夜里来觅食 其次在熊出没的地方露营 如果想要更保险一点 还可以在帐篷周围安装上电围栏 此外防熊喷雾要放在随手就能拿到的位置 不要放背包里 因为熊突然闯入的话根本没有足够时间翻包 这次袭击的发生再次提醒人们 即使采取了预防措施 仍然无法完全消除与野生动物的潜在冲突 据统计 每两年就有一个人被熊袭击致死 但这通常是在熊保护幼崽或寻找食物时发生的 特别是在偏远荒野中 有三分之二的熊袭击事件是发生在惊扰到熊的猎人身上 每年平均有6人在阿拉斯加被熊所伤 这进一步凸显了与野生动物共处所带来的风险 野生动物行为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使预防措施变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人们广泛宣传避免与熊接触 正确储存食物 尊重野生动物的领地 但在某些情况下 野生动物仍可能对人类产生攻击行为 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和政府部门 也加强了对野外活动者的警示和教育 提醒他们在与野生动物接触时要保持警觉 同时为了减少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他们还在自然保护区和公园中 设立了明确的指示牌和标识 按照片